回到我们专访的现场 说到选举要选一定要赢 但郑文琪刚才我们聊过关当中 你也讲到各种状况其实都想过 除了赢以外的状况也都想过了 什么状况 除了赢以外的状况 我们基本上是乐观 百分之百乐观 而且我们是有一定有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因为现在 摄影机对着我所以我这样讲 这个信心是因为来自于 我一直在强调 每一天每一天这样 每日每夜这样每天到处在跑 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人 也听到很多很多声音 所培养出来的一种信心 但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太太蔡依珊还在反对 她也不是反对 就是说我想应该没有 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太太会喜欢先生去选举 听到你要选举说我好兴奋 你要选举 应该没有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也许有我至少不认识 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人 父母亲或者是妻子 或是子女会很喜欢家人去选举 尤其台湾这个选举的文化 虽然我们尝试着能够稍微改变一下 不过很显然好像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梦想而已 别的人好像还是决定 照以前的这种方法去打选举 那你也只好这种二子文化 不会有家人喜欢的 那平常因为几乎都在外头跑行程嘛 你跟太太一三的联络 WhatsApp还是Line 电话 电话 直接直接老让电话 还是用电话 这一点我还蛮传闹 我因为觉得最好是讲话 我太太骂我的时候都是用WhatsApp 或是用简讯的 可是我都是打电话回她 回去赔罪 直接讲了 直接打电话 什么东西直接讲 那爸爸如何的支持 其实我父亲来讲 主要是很多 他是跟我们一些 在政策上的一些想法 当然他很多朋友 现在也都慢慢关心起来 过去可能大家也觉得 可能状况还好 现在因为面临一些 比较特殊的情况 所以就我父亲的很多朋友 现在也会很关心 也会提供一些建议 好 祝你胜选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谢谢